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桃园市政府为了要确保 桃园市的医疗资源调度完备 并强化院级间与市府的合作机制 因此特别召开了防疫会议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力挺桃园 并感谢医疗人员的付出 撑住桃园守护台湾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 桃园市在去年2月成立 急救责任医院医疗区域联防医疗网 而这次桃园医院的感染事件 指挥中心也针对集中症病患 启动院级间转员机制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特别来到桃园 要力挺辛苦的医疗人员 玻璃桃园医院有一个状况 国人会特别的担心 在这一个最紧急的时刻 我们看到玻璃桃园医院 全体医务同仁不忧不惧 甚至于要力住在院里 来照顾所有病患 及需要医治的国人同胞 这一刻我们都是桃园人 我们都一起桃园为荣 我们全国的同胞 齐心合力 撑住桃园 守住台湾 我们绝没有昏彼此 桃园市政府为了确保桃园市医疗资源调度整备完善 并强化院级监与市府的合作机制 因此特别邀请桃园市内的急救责任医院 召开区域联防院长会议 同时也透过视讯与卫生福利部桃园医院讨论 要商讨防疫对策 我们有联防机制 那要特别谢谢 那么在布桃的这个清销进空的计划执行后 那么除了能够收治我们的这些病患之外 刚刚我们局长有报告 布桃的一天是300个急诊 3000个门诊 有将近700个病床 那所以它的能量必须转移到 我们其他师 其他9家几乎门诊急诊都增加很多 包括长庚医院在内 那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今天出席的9家的责任医院 都全力以赴 完成我们的联防 桃园市长郑文燦表示 面对疫情市府严正以待绝不退缩 同时非常感谢医疗人员在第一线的辛劳付出 未来桃园市政府也将持续跟中央保持合作 并加强社区防疫整备 要撑住桃园并且守护台湾 记者王中军谈报道 桃园捷运公司为了防堵 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从1月18号起 针对A7体育大学站周边店家 以及环境加强消毒 对此桃园市长郑文燦 也特别前往桃园机捷 A7体育大学站来视察 确保防疫工作的落实 随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案865 前往桃园机捷A7体育大学站的足迹 桃园捷运公司也于1月18号 针对A7体育大学站进行全面消毒 而桃园市长郑文燦也特别前往 机捷A7体育大学站 要确保防疫工作的落实 也要把周边居民让他们安心 桃园捷运公司为了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从1月18号起 进行全线车站大规模清洁消毒作业 另外也将以冠状病毒14天潜伏期来推算 排地每隔4天进行车站全面消毒 对此桃园市长郑文燦也向民众喊话 要请大家放心 桃园能够挺住防疫的第一线 我们从国境到医院再到社区 这三层的防务网 其实我们是很用心的防止每一个破口 我想桃园会做最好的防疫准备 那我们的市民其实都非常的挺桃园 我已经看到很多市民写说 我桃园我骄傲 那我也要呼吁说 这防疫要同心 台湾只有一个 我们一起努力 目前桃园捷运公司除了针对A7体育大学站周边店家 以及环境加强消毒以外 同时全线21个车站也会陆续进行大规模消毒作业 并预计在1月26号前完成 借此要保障旅客以及员工的达成安全 季总军台报到 而这一波疫情 桃园成为外线市人眼中的重灾区 为了要慰绕医护人员与卫生局检疫人员的辛苦 在地餐厅特别准备了近300份的便当 为他们加油打气 力挺医护 挺桃园 厨房里面加紧赶工 因为这些便当必须在晚餐前送到防疫所 桃园日前爆发医院群聚 桃园也成为外线市人眼中的重灾区 为了慰绕医护人员跟卫生局检疫人员的辛苦 在地餐厅特别准备了近300份的便当 为他们加油打气 这次我们送布条被隔离了三个检疫所的部分 然后我们包含送了热的便当 热的糖 还有我们自己的爆米花 然后也希望给这些隔离的医护人员 一点鼓励跟支持 也希望他们可以平安从隔离所出来 我们桃园人在地上加 请桃园人 餐厅的便当任务数量多也很零食 但厨师们都很配合拼命赶工 中午送杨梅 下午送林口 除了便当热食 还有特制的爆米花零食 主厨表示虽然一直赶工 但这样的任务很有意义 医护人员他们被隔离 这段期间其实我们很想帮忙 我们只能尽一点棉包之力 最近接到这个任务 大概300份左右的餐 所以我们想说 多帮忙他们一下 给他们打个气 那真的是很有意义 希望大家能够共向胜局 餐厅业者表示 桃园人力挺桃园 非常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 才能稳定控制疫情 保护大家的生活 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响应 力挺医护 挺桃园 汐尔赖尾一桃园报道 桃园建国国中男子篮球队 在一组国中篮球联赛中 再度蝉联桃园市冠军 并且即将在三月时 参加北区复赛 目标要进军全国前五名 在去年底举办的 遗祖国中篮球联赛中 桃园建国国中男子篮球队 再度蝉联桃园市冠军 接下来他们将在寒假展开特训 为三月征战北区复赛 做好准备 目标进军全国 为桃园争光 在今年110年三月份呢 我们即将代表桃园市来参加北区的复赛 那这个比赛呢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目前都在紧锣密鼓的加强训练 那希望在今年度三月份的一个北区的联赛呢 有很好的表现之后呢 可以顺利的进军我们的全国赛 先前在预赛八强赛时 球队曾遭遇行动迅速的对手四强国中 因而陷入苦战 所以在寒假的特训中 教练与队员们都希望强化防守和体能训练 提升队伍实力 我们希望把体能练好 然后待北区的时候就可以打比较久了 我觉得我们那场防守算蛮积极的 可是三分线没有出来 所以要那个要把握住 有些空档要把握住 还是要继续加强防守 因为北区的对手就比较不一样 可能速度都比桃园的还要来得快 比赛我们基本上是以防守为主 那把孩子的对抗性增加起来 其实让对方的进攻没有这么顺利 防我们的进攻就会比较顺利一点 然后我们用攻守转换的方式 然后用快攻去换取分数这样子 然而目前适逢桃园疫情紧张 导致多场外线式的游移赛被迫取消 教练林玉伟很是无奈 之前是都有做游移赛的安排 但是因为刚好这疫情的爆发来太急了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有效都不敢来 到我们桃园来进行游移赛 其实有点困扰 但是其实我们这边同学基本上就是 他们进学校就是会有量体温 然后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其实我们在防疫这块是做得还蛮相当确实的 建国人 全国地 有来自学校与家长会的支持 以及绝佳的团队默契 期盼这群篮球小将们能突破全国第五的最佳对史记录 继继续微笑为桃园增光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道 桃园有多元的观光工厂 蕴藏人文历史的百年建筑 还有可以疗愈疏压的休闲农场 明代新在地情的节目要带您跟着议长邱益胜的脚步 走读桃园 到中草药探索馆 长知识 走入百年历见 听桃园发展史 更要带您到坑子溪休闲农场挖掘新鲜市 中药流传几千年的历史 但对多数人却很陌生 其实许多中药材都跟我们的食物有关 像是鲍鱼的贝壳经过处理后 可入药 我们常吃九孔贝或宝贝的时候 给我那个贝壳 这个贝壳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碳酸钙 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中医来讲是对明目用的 所以叫石绝明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这个贝壳 直接放在活泥去断製过之后 我们再把它粉碎过之后 它其实就可以入中药 位于景福宫堂的大庙口派出所 为罕见的派出所与宝杂共用的厅舍 见证桃园的发展史 其实在这种派出所我们现在展的特展 除了告诉大家整个派出所的故事之外 我们其实也把桃园城的整个历史 然后分成食音住行娱乐跟信仰 来介绍给桃园的民众 然后希望大家来看的时候 也能够慢慢地接油派出所 然后慢慢知道我们整个桃园城 曾经就是走过的历史 欧洲茶树有茶 却与一般喝的茶不同科数 它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护肤消炎功能 它就是把叶片经过高温 把它破坏以后再产生油跟水 再有水分离 这不是拿来做茶吧 这是给它做精油 这做精油 做精油的 所以提炼 纯路可以做我们芳香机奔出来 净化工具 本来消毒家人效果超好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请锁定今晚6点30分的 明戴心 这里情 过去的一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打乱了我们的生活 还好有你有我 共同守护这个家园 未来的一年 我们必须要更肩并肩 手牵手 新联心 努力共同生活 在议会持续监督市政 在地方继续争取建设与经费 我是桃园市议员郑楚芳 祝福您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